AIT跟外國部早上選佈 TIFA的談談會在三月底中心來基盤 AIT的理事主席博瑞光表習 台灣有完競技有三馬前的美國 在馬進口 希望台灣可以跟其他國家 一樣 採取一樣的標準 外國部跟美國在台協會AIT 一合同時選佈 台北部會跟導主加口協定TIFA 要在三月底中心協凶 目前回來台訪問AIT理事主席博瑞光 同時向媒體表習 只要台灣對常務萊克多巴胺的 美國豬肉競爭又在 美國就不會進口 不過他也說 將在美國豬肉的進口 希望台灣不要扯國有差別的台語 美國豬肉可能跟TIFA議的白作會 再來市地協會各都不願 強調一旦美國豬肉進口 趁機本土的豬肉 政府已經本地受不了 不過經濟不說 美國豬肉將來沒有在TIFA 擔負議題當中 目前也沒有改變政治的可能 如果美豬肉進口的話 台灣自己也守不住了 去年七月 你歡迎通過市民 有行管理法修正案 開放美國無法進口 不過無地分離 換到台幣提法中心談判 若然一談完 美國豬肉要進口 還要立法院又再修法開放 第二位都說 困難都盡管 但也相信本土豬肉的競爭力 如果真的是被進口了 我想也不用擔心 因為從去台灣的肉質 跟美豬的肉質來比較的話 我們絕對有競爭力的 市立協會表情 當初的市委開放美國牛肉 馬祖土派答應說 美國豬肉絕對不會進口 一旦開放三百元的美國豬肉 國人就不夠吃豬肉 台灣豬龍的生活是怎麼來扶責 豬龍說就對的控制夠低 記者少林志堅 台北報導